我父亲以前是红军的政治指导员 你跟他很像 这下头真有眼光 我告诉你 我还真做了几天部队政委 不过那是民兵 老何 来来来 过来过来过来 你们几个过来 我父亲呢 现在正在为满洲里的建设工作 作为一个政委 您得帮助自己的同行 你们只要通过那手续齐备 我这儿没什么问题 总雕总 我说你们几个人 怎么又把小林师傅给我气跑了 你们知不知道 你们远了祸 我得去哄他 你别给我添麻烦好不好 总雕总 这事不怪我们呢 大伙做错一点事 这小子过来就是劈头盖脸的 一顿臭骂 他们可以作证 你们说是不是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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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你们几个 少给我惹麻烦 一定 去去去 干活去吧 干活去吧 走走走 走吧 来 我们的货呢 后天以后就能进站 希望你能够 让我们的人进站搬运 后天 嗯 这可不行 车站最近有紧急任务啊 闲杂人等 就是外人不能进车站 不能进啊 我们怎么办 我们真的要急着用这批货 你看这样 你可以通知苏联那方面 让他们提早几天发货 嗯 货能早到的话 我倒可能给你帮上忙 那要是货早到的话 我们的人能进站取货吗 哦 你的人 那不能进站 我这儿也没人 给你送过去 哦 班长青啊 来来来 我这儿倒有个人 专门可以给你照看这批货 啊 他刚从部队回来 他照看这批货 这批货 那是最合适了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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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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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苏联那边啊 跟他商量一下 啊 说话 尽量 发货的时间 接获的人定好 不要有什么误差 好吧 你尽量协调好 这件事你放心吧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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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大胡子的人 要放你追 你们去看一下 到底是什么人 快点 快点 在周景人的家里边 除了这张列车时刻表 我们什么也没找到 这说明什么 迪特想在满洲里车站动手 1864专列 停靠的车站本身就很少 满洲里火车站是其中的一个 我想 他们一定会对这个车站动脑筋的 好 满洲里车站周围 必然有重兵把守 这一点敌特不黑不知道 想在这里下手 他们得有重务器才行 叫我没那么大本事 能从海外运来大炮 他们肯定有别的办法 副组长 在聚集点被军方侦察员打死的特务尸体 送过来了 法医正在尸检 我去看看 我回办公室 这个列车表我拿上 小顾 走了 好 来了 刚才检查了几具尸体 发现他们所有死者的这个位置上 都有纹身 是俄纹 无家可贵的流浪者 三二七 什么意思 俄国人 他们的身上皮肤都很白 头发颜色和眉也差不多 这几个人 除了脖子上的纹身之外 还有什么共同特征吗 没有了 根据初步观察 这几个人应该都是中国人 从他们的卫弊上来判断 他们没有农耕民族的饮食习惯 而跟长期吃肉的蒙国人 和俄国人更不接近 中国人 身上有俄罗斯的刺青 而且这些人的皮肤都很白 说明终日不见阳光 根据这些特征 能下什么结论 我判断他们当中 一定有白俄流亡者 他们在国内很显眼 应该先从这儿寻找突破狗 越来越聪明 长版州里所有的俄国人 重点是白俄流亡者 海冰 怎么才走啊 哦 这两天有点失眠 去药房拿点安定 你要回去什么 正好顺路 揍上你 我这脑子啊 都被乔长军给洗了 什么都记不起来 也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看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我就是好心送你 你想多了 上车吧 那谢谢啊 咱们说好了 车上不谈工作啊 我去找你 韩兵 其实 我挺羡慕你跟乔商君的 羡慕我们 是啊 你们两个患难一共 这些年 一直相互支撑地走过来 真是太不容易了 那是你不了解我们 如果要是你看我们过上三天的日子 就保准不再这么说了 怎么 神仙眷侣 有吵架伴嘴的时候 乔商君 他的心思 从来就没有放在过日子上 在他的心里 只有一件事 就是当英雄 除此之外 什么我的生日 他的生日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从来都不记得 你啊 是大小姐的日子过关了 我们这些打仗出身的大老粗 哪有那么多的讲究 可当年我在嫁给他的时候 他可不是大老粗啊 怎么回事啊 车陷进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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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呢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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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枪放下 你愣着干什么 别管我 都跟我上 手手手 把枪放下 不然我一枪打死他 放下枪 韩平 你赶快跑 别管我 快 放下枪 听到没有 你这命还真大 昨天晚上中的毒 今天就没事了 命尽 轻易死不了 大夫说 你中的可是剧毒 要不是抢救及时的话 一头牛也毒死了 我是满洲里的神医 全城都知道 好 那这么说 你是个小神医了 嘿嘿嘿 啊 你们俩的事啊 查得差不多了 等这边的事一结束 就放你们出去 好 乔长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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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反兵 你还好吧 没事 别怕 乔常军他们一定会找到我们的 你能回起来 我们是怎么到这儿的吗 他们在路上绕了很多的圈子 但是我能感觉到 这是满洲里的北边 距离应该不会太远 从我们上车大概走了五十八分钟 离满洲里应该不到三十公里 你的记忆力很好 身手也不错 一看就知道是我训练的 我们得想办法 从这儿逃出去 升级发来电报 让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找到林亚夫 雨声 喂 好 乔商君 总部张处长电话 喂 我是乔商君 是 是 是 小心吧 我明白了 都听了林雅夫同志 掌握着安保小组所有的联系方式 以及兵力部署 包括这次1864专列 所有的安保措施的细则 上级要求我们 24小时之内必须把林雅夫同志给救出来 否则的话 罗富国 你不是死都不怕吗 这点疼都受不了 你懂个屁 上次跟我这么说话的人 已经被我扔到海里喂鲨鱼了 少吓唬老子 满株里没海 找不着鲨鱼 老子是不怕死 可死不了 还这么疼着这份罪没受过 小六子还没回来 弄点麻要这么费劲啊 说我带着二少丢到这一带来 确计分析出来了 不是李雅夫和韩冰的 应该是 袭击他们的人的身上的 对方应该有人受伤 我知道了 你忙吧 怎么样 来 你干嘛去啊 我去救人哪 你一个人可救不了 那你帮我 你有什么调查方向吗 这不是分析报告已经出来了吗 嗯 所以我想查查满洲里所有的医院 还有药店 看看 他们接受没有受过外伤的人 你说总部还会不会再派人来 协助我们工作 肯定会的 万一药真的来了的话 你帮我抵挡一下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到现在还不敢说明 再耐心等会儿 招待你的人就来了 会叫你生不如死 笑话 你这个狗特务 有什么阴招尽管使出来吧 老子 还给你们打了十几年仗 整个中国都打下来了 还怕你们这几个打冷枪的货子 我劝你还是安生点吧 别自找不痛快 呸 你这个懦夫 胆小鬼 到现在不敢过 说你硬气话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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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你们碰他 给你点教训 没事吧你 走 来 来 安全保卫小组的同事们 大家 辛苦了 我是 总部派过来主持工作的 我叫陈法英 陈法英 原来总部派的人是他 这个人我认识 人是个好人 就是太啰嗦了 再问我情况的话 没有一两两次肯定问我 你去 到我抵挡一下 来 一会儿抽时间 向杨文忠汇报一下 就说我单独行动了 小心点 有什么事随时联系 老同学 您这是唱的哪出啊 安保小组 暂时 有我接过的 这里的情况 大致上我都了解了 但是具体细节 还要靠你和乔商君同志 跟我汇报一下 我们现在 正在全力搜捕迪特的线索 有些事情 时间跟你说不清楚 只能一边办案 也想您汇报 外星小组的同志 让他们继续调查 不要受他打扰 你把乔商君叫来 我跟他有事谈谈 你可以先跟我谈 乔商君呢 咱们得想办法先把手铐给打开 是啊 可是拿什么开呢 韩冰 你别动 别动 把脑袋撞过来点 怎么了 来 拿住了啊 拿住 别掉了 来 把他脚到我手里 拿住了 好 好 来 你帮我看着点 王右 再往下一点 王左 大家都是老同志了 也不用我多说 凡是与186次专利 相关的所有材料 和过去二十四小时 所有的通讯记录 备忘录 和已经查到的线索 都要拿出来 我们的情报专家 会跟大家一起进行分析 好 那大家去准备整理一下吧 救命啊 救命 有没有人呢 救命 有没有人呢 有没有人呢 快来人呢 他心脏病犯了 被你们人打他 快死了 你快点 他身上有药 快拿给他吃 快啊 快点 把枪摘起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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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水 快点 怎么ην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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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因为不能从此事出现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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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们带回去 快 小林师傅在哪儿 在那下面 好 谢谢 小林师傅 小林师傅 喂 谁呀 没礼貌 工作的时候 不能站在我的头顶 对不起啊 小林师傅 工作的时候 不能站在我的头顶 怎么说 我不了解您的习惯 小林师傅 我这儿有一瓶钱 希望你们收下 您这个老东西 居然敢跟别人 轻松我 想换我的事 你是从哪里弄来的 解放哈尔滨的时候 我的战利品 你是军人啊 曾经是一个神枪手 真的 有机会有时间的话 我一定给小林师傅 好好地表演一下 好的 好好享用 小林师傅 好 辛苦了 你 难道会是她 好久了 好久 好了 赶活了 列车安保兵力部署 沿途停靠不及点 还有列车结构图 我需要这三样东西 我入党十一年了 有些秘密装进我脑子里 用形式弄出来了 很多被我们抓住的共产党 都说过这样的话 我跟他们不一样 是吗 这个人你认识吗 我们从西伯利亚战俘营里高价买回来的 华裔德国人 二战期间 他在德国最好的研究机构效力 德国人用的招供药水 就是他发明的 我再给你一点时间考虑 是自己开口 还是让博士帮你 你自己决定 可我提醒你 博士的药水 会伤害大脑神经 不少用过的人 成了白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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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报警了 火之战的公安马上就来 你是谁 你为什么要闯入我的工作间 你别害怕 我来找你是想给你打听一个人 今天下午给你送酒的那个家伙 他是 是谁 那个人 是车站新来的调度员 他叫班长青 你他妈的少在这儿跟我废话 按我说的去做就行了 好便宜了 别出声 兄弟 你是要货还是要钱 只要不要命 什么都会商量 早点看你老家伙不简单 那你跟我说实话 今天谁从你那儿买过烟土 你可惹不起人家 惹得起惹不起是我的事 说不说 只要 你又要愿意 到杨王爷头上拍苍蝇 我不拦你 我说 我说 今天下半天 你为什么不自己找他呢 那少在这儿跟我废话 按我说的去做就行了 知道吗 你想要我做什么 其实很简单 他让你做什么 他对你说什么 你都告诉我 你不会害我 只要你不骗我 你想要在火车站 继续干下去 就老老实实按我说的去做 听见没有 你是公安吗 安保小组的 安保小组 干什么的 比公安官大 没有照片假的 灭笔沾线都不贴照片 我瞧 那说这个 真真的假的 说 真的假的 说 真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真的 我要帮你办事 不会杀我吧 打开 别动 干什么呢 咱们是自己人 我是安保小组的 安保小组 真的假的 你别在这儿捣乱啊 我正在抓特务呢 什么特务 一个捡垃圾的老头 其实是个烟贩子 经常在这儿一带活动 你见没见过 我见过他 见过就行了 跟我走吧 等等 我去叫几个人 来不及了 你跟着我 别走散了啊 好 你把钱放下 你把钱放下 你把他放了 这孩子还不能二十嘛 白白嫩嫩的 估计连婚还没见 家里爹妈 还等他回去吃饭呢 你不逼我杀了他 把钱放下 我是在抓海外的特务 你只不过是个烟贩子 你这么做 是把自欺贩绝路上逼 是你们毛病想绝路的 别闹了啊 放下 喝 找不了了 干什么家 Birth 仰宝ría 你们今天受伤了 快来人 快来人 来不及了 你替我按照伤口 我去开车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东西 就是你把我的人刺伤的 这个伤口处理一下 关起来 是 这份报告帮我整理一下 通讯设备怎么样了 这个接收器的信号有些毛病 我正在修呢 陈法英同志让你写一份通讯设备的报告交给他 这个我今晚就要 乔商君那边有消息没有 他没有联系我 小谷 对乔商君的办案作风 我还是有些意见 他临走的时候 已经把他单独行动的报告交给组长了 我们也应该理解他一下 毕竟被绑架的人里 还有他的棋子 好 已有乔商君的消息 第一时间告诉我 打开所有对外通讯设备 全力搜索信号 喂 呼叫车站调度 喂 呼叫车站调度 车站调度收到 车站调度收到 乔商君有消息了 喂 不可以吗 我需要支援 需要什么支援 需要我的身份证明 我现在需要一封介绍信 好 我马上去给你开 因为我现在需要抓的一个人 在他们的手上呢 我需要对他审问 明白了吗 你在哪儿 我呀 现在在张莱诺派出所门口呢 你呢 给我开一封介绍信 然后派人送过来 同时要给这个派出所打一个电话 证明我的身份 你要快啊 韩冰他们呀 已经被抓起来六个多小时了 明白了吗 好 我马上给他们所长打电话 好 这样 您马上给他们打电话 我这就赶过去 这儿就交给你和长冲了 有什么消息 我会跟你联系 好 邵远街 走 马上给我接通 扎磊诺派出所所长的电话 好 所长 好 好 好 我能去审一审 刚被你们抓起来那个人吗 我倒是接到你们安保交组的电话了 可按程序 我得看到你的介绍信才行啊 是 这我知道 您看 这是我的证件 我先审问一下那个人 您在这儿等介绍信行吗 程序 程序 就是程序啊 这样 您拿着我的枪 还有我的证件 在这儿等着 安保小组的介绍信一会儿就到了 我先去看看那个人 规定就是规定 我还是不能同意 今天受伤那个孩子 是您的手下吧 他在所里才半年 是个好孩子 是啊 您不希望 他这个伤识白白受的吗 我得帮您查清楚啊 跟您说实话 我正在查一个敌特入境的案子 这个人很有可能是特务 给我五分钟的时间 我就能问出来 行吗 最好信一会儿就到了 好吧 走吧 乔上军 何老同志 这是乔上军的介绍信 好 我马上安排你们审问 乔上军 什么样 好 刚才是谁审讯的你 一个女人 她说一会儿 会有刑刑专家来审问我 而且 会对我使用厌恶毙苦 那你打算怎么办 你说 我能听过去吗 求求你 放了他吧 求求你 你放了他吧 求求你 你放了他吧 求求你 你放了他吧 求求你 没人能听过去 你好像很了解 我见过那种药水 什么时候 乔上军安插在教主身边的第三名 教主开始怀疑她的身份 这个时候对于她来说 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可是长军就是不肯离开 直到有人出卖了她 她受了各种苦心 像这样的药水 她也受过几次 可是 教主发现在她身上 没有得到什么 慢慢地 就对她开始放松了警惕 后来是我把她的伤意好了 可是 到现在 她都仍然还有后遗症 难怪 乔上军逃回大陆的时候 我几次审讯她 她都说不清楚自己 离开教主之前半年的经历 就是因为这个药物 教主以为长军 已经是一个废人 但是她 凭借着自己对国家的热爱 用她惊人的意志力 恢复了她的激励 她当时说出来的第一个词 是中国 她没有办法忘记她的信仰 还有她的党和组织 乔上军犯过一次很大的错误 知道吗 这什么人 我怀疑啊 这个人和教主有关系 而且他知道 韩兵他们失踪的下午 他不就要是咽堵贩子吗 是 林雅夫和韩兵失踪的时候 把对方的遗人给打伤了 我就派人把满州里所有的医院 还有药店全都监控了 但是并没有人去那些地方买药 说明这个人是用烟土制的伤 而且这个烟土贩子和周锦荣 曾经还有过接触 我要亲自诚问他 曾经来介绍去外交界面 卿讨重担公司回复 without them 这是你们党组织的秘密 我不能听 我答应过乔长君 是组织秘密 也是我的私事 私事 他杀了一个好人 什么人 是安长在教父神殿 乔长君的上限 本事不欺恶人 爱却忍起发展 生命可留余地 让我去基盘 漫目萧琐的心 夜丝会缝染 我贪恋这一丝波澜 我们都求一场圆满 上天只给了你我一个片段 短暂的交辉 取散一生的黑暗不褪 像最亮的光 让你寒多黯 暗淡的交辉 顿时不欺恶人 爱却忍起发展 恩施不欺恶人 命可留余地 让我去期盼 漫暮潇琐的心 也似鬼妇然 我贪恋这一丝波澜 我们都求一场圆满 上天只给了你我一个片段 短暂的交汇 去散一生的黑暗不褪散 像最亮的光让你寒度 暗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